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来到本期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排行榜节目 在本期排行榜节目中 我们要为您介绍到的是CNBC所评选出的美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首先来看到排名第十的是印第安纳州 根据美国联合健康基金会的数据 该州的人均公共卫生经费排名第四十八位 二0二0年人均支出只有五十五美元 这使得印第安纳州在大流行中十分脆弱 而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印第安纳州的疫苗接种率也十分滞后 该州的公共住宿法不包括基于年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防御措施 而在四月印第安纳修改了本也很严格的投票法 对邮寄选票又进出了新的限制 根据CNBC的评分 二0二一年印第安纳州的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是一百三十分 满分是三百七十五分 被评为FG 而在美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州中 排名第九的是路易斯安纳州 路易斯安纳是美国最不健康的州 肥胖率吸烟率和过早死亡率都很高 全国最高的百分之十九的贫困率更加剧了这样的现象 路易斯安纳也是全国犯罪率最高的州之一 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州之一 路易斯安纳是少数几个需要有明确理由才能进行投票缺席的州之一 而根据全国州立法机构会议 该州仅提供七天的提前投票 二零二一年生活健康包容得分是一百二十九分 评级是FG 排名在第八的则是阿肯色州 今年阿肯色州有通过立法让投票变得更加困难 阿肯色州公民自由联盟称之为自吉姆克劳时代以来 对于投票权最危险的攻击 包括对邮寄和缺席投票的全面限制 更严格的身份要求 还有禁止向排队选民提供食物和水等措施 阿肯色州也存在犯罪率高 还有疫苗接种率低的问题 二零二一年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是一百二十四分 评级FG 排名在第六的是阿拉巴马州 阿拉巴马州的疫苗接种率是全国倒数第二 仅次于米西西比 这导致人们担心阿拉巴马可能会成为病毒更具传染性的变种的载体 而这里除了疫情之外也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是全国过早死亡比率最高的州之一 心血管疾病比率第二高 糖尿病比率第三高 阿拉巴马州是仅有的五个对其非残疾公民没有法律保护州之一 在二零二一年的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中 阿拉巴马只有一百二十三分 评级是FG 排名在第六的则是佐治亚州 佐治亚州全面最新投票限制被全国各地的类似立法定下了基调 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将今天的全明星赛撤出亚特兰大也正是有一次 在北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所计算的投票难度指数中 该州排名第四十九位 佐治亚州也没有全州范围内的反歧式保护措施 在二零二一年的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中 佐治亚州只有一百一十九分 评级FG 而排名在第五的则是田纳西州 田纳西州的立法者们在二零二一年大肆针对该州的变性人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包括禁止变性女子参加女子有关活动 并限制使用公共预示和学校更衣室 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别确认护理等 田纳西州的居民健康状况也同样差 疫苗接种率低犯罪率高 二零二一年生活健康包容得分是一百一十三分 评级是FG 而并列第三的是密苏里州 根据选举创新和研究中心的数据 密苏里是不允许提前投票的六个州之一 该州在公共卫生资金方面也很落后 也是全国犯罪率最高的州之一 在联邦调查局最新犯罪统计中 密苏里州的入室盗窃和严重伤惨是最普遍的 二零二一年 他的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只有一百一十二分 评级是FG 并列第三的还有内华达 没有哪个州在公民健康方面的投入 比内华达州更少了 每人仅有五十美元用于公共卫生 使得该州在人均初级保健医生方面排名倒数第一 沙漠中空气质量很差犯罪率也很高 但是与其他的很多州不同 内华达州正在扩大投票权 州长西索拉克在六月签署了一篮自立法 以扩大邮寄投票简化登记 二零二一年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只有一百一十二分 而评级是FG 排名第二的则是德格萨斯州 尽管作为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德格萨斯州在被视为排他性法律和政策方面一直有所进步 但是他也是唯一没有在公共住宿法方面来保护免受歧视的州之一 德格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此前挫败一项可能进一步限制投票的法案 但是尽管如此德格萨斯州在某些方面已是最难投票的州 州长阿伯特和立法者争召开新的特别会议已通过立法 而民主党立法者此前逃离该州以此延缓进程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德格萨斯州二零二一年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是一百零四分 国家评级是FG 而被认为最不适宜居住的是亚利桑那州 大峡谷州的自然风光很丰富 但是臭氧也很丰富 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马里克帕县 这是凤凰城的所在地 根据美国飞葬协会的说法 那里的空气质量在全国是最差的 亚利桑那州在公共卫生资金方面也很吝啬 缺少医生和心理健康提供者 尽管在亚利桑那州并没有选举舞弊的证据 州立法者今年却通过了对于邮寄投票的新限制 在满分三百七十五分的二零二一年生活健康和包容得分中 亚利桑那州只有九十一分 评级也是FG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为您所介绍的CNBC商业 所最新评级出的十个美国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的主要标准是生活健康以及包容性 并不包含其他可能被列为选择居住地的重要因素 比如学校质量税收以及其他方面 这里特别提醒您注意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排行榜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为节目点赞订阅频道 加入华尔街电视频道会员 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